昨天一直燒到今天的政壇焦點 就是民進黨的總統初選當中呢 蔡英文也一%多打敗了蘇貞昌 蘇貞昌第一時間恭喜蔡英文 還呼籲大家一起來支持 全力促成第三次的政黨輪替 這個風度呢 贏得了不少的掌聲 不過呢 接下來下一步 電灰球自己要做什麼呢 他已經講了絕不當副手 接下來呢 現在綠營有人想說 不如就把他拱到這個角逐國會龍頭好了 不過呢 這一步 談何容易 讓台灣能再有第三次政黨輪替 想全面推動第三次政黨輪替 不只選總統重要 國會更是主戰場之一 剛剛輸給小英的電火球 要不要衝回立法院 繼續發光 黨內已經有人開始敲邊鼓 但挺蘇派很冷感 這個對蘇院長來講是情何以堪啊 所以我才會一直說 現在談這些都還太早 真的讓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 讓蘇院長也好好的休息一下 那其他人也應該沉澱一下自己的心情 蘇貞昌到立法院挑戰國會龍頭寶座 黨內有期待 但又怕市長總統初選連兩敗的蘇貞昌受傷害 民進黨立委就算覺得這是蘇貞聯手夾擊馬英九的最好戰術 但也沒人敢大聲說 他的能力絕對是足夠 現在是他的意願 還有整個民進黨的總體布局 到時候我們是尊重這個總統候選人 以及當事人的意願 那我們現在前黨集智慧力量來做最好的選戰的一個策略 所以我想任種可能我們都不排除 一切尊重蘇貞昌 但還是得看蘇貞如何溝通 讓蘇貞昌不只願意抬轎 還能領軍平立委選戰 蔡英文的大挑戰才剛剛開始 中文習文明星的李玉喬 台北報導